哦 刘轩拿到了A-SYS 我拿到A我也不虚啊 即使面对什么Doplock Fill Ivey他们都爱我根本不虚 各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鹏说球 今天我们带来华人美女牌手刘轩 在《香尖小屋扑克》里的精彩表现 这张桌子上的忙碌级别是小忙100刀 双大忙200刀 抓位400刀 这手牌有人做了一个Double Straddle 那刘轩在装位拿到了10时 开支加注尺度也是调整到了2000刀 小忙位的K8童话选择了炮 到Double Straddle的13杂色 诶 亮出了底牌 轩姐心情很差啊 看到一张10被别人气掉了 这样的话翻后击中二三条的概率 基本上很渺茫了 好 两位选手打单挑 彩时来到了5600刀 翻牌822 ABB彩虹面 对手拿到一个两队好踢脚 刘轩是一个超队的两队 C100一枪 下注2000刀 对手很快的选择了扣啊 彩时来到了9600 我们来看转牌 转牌一张红心6 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前卫选手过一条街 空持寻求摊牌到刘轩 再来一条街 9600的彩时 我们来看下注尺度 打得不算轻啊 这一个粉盘应该是5000刀 下注5600 对手还是选择了扣 因为这张红心6发出来以后 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啊 这个带8的组合 还是可以赢密斯两高张的 合牌一张黑刀4 前卫选手再过一条街 到刘轩 翻后前卫选手 已经两条街chickcall了 那翻牌是一个ABB彩虹面 不出听话 不出听顺 证明对手的手牌啊 有摊牌价值 但是坚果范围优势不足 这个实实在打的话 只能冲一个带8的组合要价值 还有一个小概率的99手队 当然对手面对加注 没有做三拜他 所以说手牌范围 超队的组合并不多 比如说勾勾圈圈KKAA啊 只有勾勾的机会 好 刘轩下注1万6 打的手很重 因为他也很清楚啊 对手如果是一个带8的组合 他翻后认为自己领先 转牌出6 合牌出4 他依然是领先的 按照行动一致性原则上来讲 对手如果是带8的组合 翻后选择靠 转牌选择靠 合牌依然得靠 否则前两条就白支付了 支付完以后 没看到对手的这个底牌 也没有去摊牌 太亏了 在这种情况下 理论是理论 实际是实际 你也要考虑 刘轩如果是一个 miss两高张 有没有能力连锤三条间 在翻牌 不听花的情况下 连锤三条间 如果是翻牌 出了抽花了 刘轩是一个miss两高张 打一条间 转牌啊 再做一个混合性下注 合牌打出一个绝命不拉夫 说了过去 但是翻后 没有抽花抽顺的话 我觉得不太会的 所以这种牌 就看临场发挥了 好想一下 选择了抗 给了一个满支付 刘轩成功收持 这手牌 轩姐打得好 如果是我打的话 也能收持 但是收不到这么多价值 至少合牌 我就不打了 你看啊 这哥们也开始在反思了 能看出来也是 再总结 打扑克 输赢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复盘 当时要做复盘 回去以后 要对整场的比赛 做复盘 同时啊 如果桌上 有你熟悉的好友 你们俩可以 做一个技术交流 让他 从他的眼光 来看一下 你的这个打法 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有的时候 自己看自己 是一个 越看越不清的过程啊 哇 这姑娘身材真的好 穿的还类似于 中国的旗袍 虽然说不是啊 但是也是很显腰身的 Josh 大忙卫 拿到了勾酒 负料 到Dop Lock 勾圈杂色也负了 真的是有纪律性 好 那七八杂色 选择了靠 其实这个勾圈 铜花的话 是可以选择 面对加注 可以选择靠的 杂色确实要负料 但是有些选手 打着打着 也觉得好像 也没差那么多 就玩一下 但Dop Lock 打的还是比较标准的 好 转排一张八的话 刘轩拿到了一个葫芦 中的好大 下注三千刀 我们来看九十 这个九十是一个两头奥顺 顶着弓对面 顶着听花面 面对下注 夹住了吗 他现在已经装带的了 没有胜率了 完全不能反超了 应该是夹住了 然后看刘轩考虑 是选择靠去慢打 还是说做一个三拜 好 选择了靠 对手夹住到一万一 这个夹住尺度还是挺大的 合牌一张勾 哎呦 合牌一张勾 刘轩运气真的好 转排遭遇到夹住以后 对手是希望他弃牌的 结果合牌出了勾以后 牌面是出顺了 而且是九十成顺 如果对手是九十的话 是一个两头夹顺 并不是卡顺 然后现在拿到九十 也是一个大顺啊 有很强的进攻能力 所以说刘轩选择了过 放给对手一条街 毕竟转排上 对手抢到了顶端排力的 范围优势 他认为他领先了 那如果是一个听花破产的话 刘轩打出来 是没有价值可以拿的 如果是一个听顺的混合性下注 或者是一个名三条的组合 对手会主动的 刘轩很清楚 所以说合牌啊 过牌过得超级快 对手下注了三万八 那刘轩秒靠啊 这手牌打得真的爽 真的是爽 就是说最精彩的地方 在于合牌秒过 想得很通透啊 对手有这个抽花抽顺 名三条的组合 不管是哪一个 只要我过给他 对吧 转牌 你抢到顶端排力的范围优势 现在你成长起来了 我都给你诈乎了机会 听花是破产掉了 所以说刘轩打的话 也拿不到价值啊 那我就过给你 这手牌合牌 打得是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好 刘轩 straddleway 拿到了五二草花 选择了扣 K狗家住到了3千到 这个家住尺度好大啊 是一个驱赶式家住 相当于凌空打了一个三拜 刘轩选择了靠 刘轩翻前是平靠以后 面对家住再次选择靠 手里面有东西 但是没有顶端排力的范围优势 就是排力并不强 转排一张勾 K勾拿到一个两队 和刘轩并不冲突 也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本来对手就是一个顶队好踢脚 这个5-2追5追2都不行 就是要追花 那对手拿到两队以后 刘轩再去追花的话 对手的支付能力是比较强的 刘轩主动打3300 混合型下注 听牌零打 对手选择了靠 踩实来到了13000 我们来看一张合牌 合牌一张草花 刘轩的花到了 两张成花 5-2也没问题 单张成花的话 5花就是爱不适了 现在牌面是单时成顺 这个牌可拿价值的组合 还是挺多的 毕竟翻前对手做加注了 下注5000 K勾应该是不会做加注了 没啥必要 K勾在加注都不知道是价值下注 还是诈呼了 那看K勾要不要选择 给个满支付了 两队不是太好气 能气得掉 但是不容易 这哥们选择了Full 刘轩成功收持 那合牌的下注尺度 也是没问题的 对手如果不给支付的话 那也是没办法 咱们就接受 打扑克就这样 做正确的事 剩下的要交给核官 Doplock拿到了K勾红心 哦 刘轩成功收持 拿到了 Aces 来了 我拿到AA 我也不需要 即使面对什么Doplock Full 艾维 汤姆 杜汀 我根本不需要 德罗普克里面 最厉害的 不是你的技术 而是你的起手牌 你拿到AA 你怎么去打 长期都是盈利的 没问题啊 好 翻牌 78K Doplock应该是过掉了 那刘轩拿出一个5000的牌 看打了多少 是打了5000吗 好 Doplock很快的选择了靠 毕竟是一个顶对好踢脚 转排一张红心漆 排面发出了攻队 Doplock过得很快 他后手马量带了515900刀 打这种超级深仇啊 都是对翻后技术 非常自信的选手 刘轩下注一万七 打了一个满池 到Doplock 转排出一张气以后 确实没有改变双方的胜负关系 那刘轩也是想到这一点 所以说打的稍微重一些 合牌一张红心三 白牌 Doplock三条街过得都很快 打的是没问题 但是打线下的话 这个节奏 我觉得控制的 有待商榷 可以稍微慢一点 Doplock连靠两条街 手上是一张明K啊 轩姐来了 我们来看尺度 三万刀 这时候Doplock是最难受的 就是我的理论告诉我 行动一致性原则 对吧 合牌出一张红心三 白牌 我翻后转牌都靠了 那我合牌还得靠 那这时候就给了一个满支付 含泪支付啊 这种情况下 反而是很多新手选手 他能弃掉 他觉得对手打三条街 应该是有东西的 但是打到顶端的牌手啊 刘轩就是空气 合牌出一张红心三 他还是能打你 所以说这样的话 Doplock只能是含泪支付 然后你K勾啊 翻前选刀靠去打一下翻后 你中了顶对 面对一条街的下注 直接负料也是不对的 随这个牌路发展到这就得这么招 你也没办法 那这个系列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 排名第一的是盈利232,400刀 刘轩是排名第二 盈利47,400刀 那输最多的是145,800刀 咱们下个系列 再见 我们来看一些VPIPs 我们来看一些VPIPs 我们来看一会儿 在一会儿 然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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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